中车廉价又到了 虽然台铁已经开卖了廉价车票 不过内部的劳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那车后结束运班车是不是能够按表操客呢 现在还是未知数 今天下午2点 由4000多名运务人员组成的台铁产业工会筹备小组 将会号召1500名的基电委员到交通部前陈勤 要是协商没有结果的话 不排除照样依法休假 到时候受影响的旅客数量恐怕是难以估计 月台上挤满大批旅客每逢过年过节 台铁塞到爆一票难求的情况 今年中车廉价也不例外 各级列车座位车票已经卖出超过九成 只剩下东西部干线短途零星座位 但抢到票的旅客也不一定开心的起来 因为台铁和司机运务人员劳资争议未解 协调不好将依法休假也就是罢工 我觉得每个人都每个人苦衷 这样也有点难处理 会造成大家很多不便 公共想要诉求的时候 一定是在交通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去做一些抗议 那我觉得就是看执政者的平衡 要如何拿捏 但是如果单纯站在旅客的角度出发 我的确是觉得困扰 旅客担心受影响 台铁员工则不满过劳 六号下午两点将号召 五百名机电务人员到交通部前陈勤 要是协商没结果 中秋输运卡关并非不可能 如果说二线资源一线 可能加上以前曾经跑过车的 现在目前担任所运转副主任 运转主任 那当然其实这个行政单位 我想部长讲这个话 当然他一定也有他的一些 对应的方式 挖东墙 补锡墙 眼看秋节车票都卖得差不多 但协商结果影响书运状况 牵一发动全身可不能轻忽 因为攸关的可是民众中秋节 回不了家的大问题 欢迎新闻林季祥林林 台北采访报道 中秋辰方向